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特色的乌龙茶 它主要有几个大的产区 像是阿里山 黎山 山林溪 跟荷欢山 那我们在这几个茶区里面都是特别去寻访最优质的一个农地 然后最优质的一个茶农 那我们去找寻这些茶农跟茶园出来之后 我们一一跟它契作 要求它的用药安全跟肥料的品质 然后足以跟它们收购 汲取中央山脉丰沛的醇水 坚持以安全 零污染为出发点 严控制茶程序定期检验 建立安全追溯码 秉持安心 用心 良心 为消费者健康把关 制作优质 道地 正宗的台湾名茶 我们所契作的茶农 它的茶一单一经过我们这样子严格在茶山茶厂 严格这样子品管制作之后 我们还会送到那个台湾茶叶安全资讯追溯公司里面 那这资讯公司就会去实际的了解你多少的茶员 用了多少肥 用了多少肥料 这个肥料是哪一种肥料 那用了多少农药 是什么样的农药 你整个的一个茶树的一个生长过程 它这中间的管理都经由资讯公司在控管 我们有一个客服的部门 它专门就是在针对我们所 跟我们购买过的客户去做一个最贴切的服务 这个服务包括消费者收到茶叶的第一个时间 我们会主动去跟人家询问金数是否正确 三头是否正确 那过个两天我们也会再针对客户当初所购买的茶叶 我们也会再去询问他口感是否合适 那是不是有喝到他想要的这种口感 那如果甚至于消费者真的不满意 我们也能够去针对我们七天的免费建赏期这个部分 去做到真正的包退包放 做好品质的把关才能让消费者泡得安心喝得开心 这样从产地种植到加工厂制成的严格把关 透明化的品质管理是一种以诚信为本的经营态度 以我们这个系统而言 我们大概一个月所出茶的量大概是在一万五千斤左右 那一年这样子下来我们总金数一年的总金数大概是在二十万斤 现在因为喝茶的爱好者非常的多 那他可能除了说认同我们一个服务的项目以外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品质 我们的茶汤在泡出来的当下是非常清澈的 那茶汤是碧绿金黄的 反应都是非常的好 而且呢做茶业的销售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回购 就是说客户喝了这个茶之后 他还会想继续来买我们的茶品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他们就觉得这边的茶的品质 跟一般人的品质都会比较好 然后也也比较固定 不会说喝起来的这一次的品质 跟下一次的品质差很多这样子 譬如说我们今天有很好的师傅 或是说有很好的设备 当你没有很好的天气的时候 也很难做得出绝品好茶 如果说你的茶园管理 没有很仔细没有很用心 这个茶叶本身的一个质量就是不足的 所以说它就会变成是说 你做出来就是能够到达 某一个基本程度而已 没办法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准 能够有更天然 那能够让人家更有一个品质保障 至少喝到肚子里面是一个健康安心 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那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产品 从我长大之后 希望用这个方式 能够让更多的消费者去接触到 这种健康的东西 坚持生产好的茶叶 充出天然茶香味 不添加化学香料 采取系统化的茶园管理 天然 无毒 零污染 使茶展现独特的风味 品质更有保障 目前最迫切的部分 也是希望在明年的五到六月这个时候 能够在百货公司 能够去上架 让更多人能够去认识我们 藉由认识我们 知道我们的茶叶的一个 品质的一个路途中 那也希望能够给我们一点认同 能够给我们一点支持 给你多了 这一会儿